新北市政府劳工局在12月份连续举办三场中行征财活动 希望有需要的民众要注意活动讯息 图观天下有线电视提供分享农历年前是转职忘记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为协助求职转职民众及社会新鲜人顺利进入职场 在12月份连续举办三场中行征财活动 预计是出4000个以上的正职以及打工的名额 希望有需要的民众要注意活动讯息 在过年前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每年年底都会举办中行征财活动 劳工局副局长许秀能表示 以往新北市中行征财活动一年约举办50场以上 而在今年12月份就有三场 希望有需求的民众可以来多多参与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目前就业市场景气不错 又是年前转职潮 像是物流以及科技业都很热门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多往这方面早做准备 另外新北市共有24个就业服务站台 民众也可以就近前往利用 副局长许秀能表示就业服务中心后续将于12月9日 以及15日上午在三重以及新庄地区办理中行这夜博览会 欢迎有兴趣的求职朋友们 踊跃前往参加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